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三支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经典网路缩写 所以我们的教学重点就包括我们的缩写 它有一些脏话 在这边我们来讨论一下脏话的一件事情 在英文呢 很少很少很少有人不说脏话的 也很少很少很少有人 就是在很生气 只有在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 才会说脏话 你除非是有什么宗教背景的人 你才会这样子 但是在中文不一样 在中文我们说了一下脏话 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气到了 是不是 他气到一个地步才会说脏话 要不然就是一满口都是脏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 他的词汇不是很好 要不然就是他 好像有点黑道的感觉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stereotype 但是呢 这就是表现了我们在中文跟在英文 用脏话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 不要觉得这个外国人好像用很多脏话 每个句子都加一点脏话 好像就漏掉了 或者是他很随便的 没有 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脏话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呢 我们还要说到正确用法 就是很多人常常会看到 我们的缩写把它用错了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正确用法 我们会参与一下我们的实际练习 然后呢 我们来学到这些缩写的正确用法是怎么用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要强调这些缩写在真实实际的世界上 我们是不会用的 因为这些都是在网络的世界才生出来的嘛 所以呢 这些就是为了方便 就是一串字变成三个字母 就是在有这个方便 所以呢 他没有发音 他就是我们在正常说话的时候 是比较不会用的 有几个 我们有可能会就是 给他弄出来的一个他自己的发音 但是呢 其他通通都是缩写 那你在说话的时候呢 你要说这个缩写 这个也是 会觉得这个人 哎 就把话说出来嘛 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第一个要学的是 哈哈 LL跟L-O-L-Z OK 这一些呢 全部的意思就是说 他笑出来了 是不是 我们会有 哈哈哈哈 这也是笑出来的 LL就是 laugh out loud 就是笑出来的意思 LLZ就是说 他laugh out loud 然后还 Z了 就是好多好多的意思 但是呢 我告诉你哦 这三个有差别非常大 差别在哪里 就是他们的年龄段 通常呢 LL是年轻人用的 哈哈哈哈呢 就是年轻人的上语被用的 然后呢 LLZ呢 大概是 AOL的那个年代 会用的哦 OK 所以你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年代 就可以用什么样的缩写 好 然后LL这边呢 我们常常说出来的时候呢 会变成LOW 那你就知道这是LL的意思 那这个缩写 就是他们的exception 就是他太长太长太多人用了 所以呢 他就变成 我们在实际生活上面 也给他的一个发音 好 下一个 LMAO LMFAO 还有这个XX跟D 好 那LMAO的话就是 laugh my ass off 就是我把屁股都笑掉 就太好笑了 然后呢 LMFAO的话呢 就是加了一个 脏话 没有错 没有错 你猜对了 他就是加了一个脏话 F 就是脏话的缩形 OK 然后X加D的话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emoji 就是嗨嗨 那个脸 OK 好 那在我的心里面呢 对我而言 这个是有标准的 就是 我如果 看你的 你说的话 你给我发的东西呢 然后我觉得 很好笑 我会跟你回LOL 我不一定有笑出来 OK 我不一定笑出声音了 但是我觉得很好笑 我就给你回LOL 但是呢 你如果让我看到 让我 至少微笑了 我就会回LMAO OK LMAO 这就是我们发音感 这个也是一个超好用 超常用 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 他自己的发音 OK 然后呢 如果 真的是好笑到 我真的是笑出来了 我真的是 哈哈哈哈 就是忍不住笑出来了 我才会发 LMFAO OK 那XD呢 这个我不常用 这个也是比较年轻人在用的 好 还有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上一代了 这个大概就是 三四十岁的人在用的 ROFL 就是他笑的 在地上打滚 然后呢 还有 我们还有加起来 LMAO 然后又 ROFL 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但把屁股笑掉了 他还在地上打滚 就是这么的这么的好笑 那但是会用这个的人 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好 还有 LQTM 哦 这个就是 很年轻的人在用的哦 Laugh quietly to myself 就是我对我自己 静静的笑 这样 这就是 LQTM 好 那时候我们来 实际练习一下 我 我们这个是text哦 我如果 如果有人text我 我刚刚面试的时候 不小心放屁了 然后呢 我通常就会回 LL 因为我这个 这件事情不觉得 我真的是 看着手机会大笑出来 你知道吗 但是这件事是好笑的 所以呢 他就是 在好笑 的level 就是LL OK 好 JK JK Just kidding 开玩笑 就是我常常会就是 调皮嘛 就是说出来一句话 然后呢 但是不希望让对方误会 然后呢 就会 就下面写一个JK 就是 好啦 开玩笑啦 不要当真了 Oh my god OMG 还有OMFG 你猜对了 这个OMFG 这个F 就是我们的张画 OMFG 就是它为了要 就是intensify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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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吓 所以我们会加一个张画 没错 好 Oh my god 这个我们在中国我们常常用 天哪 天哪 天的我呀 天哪 妈呀 Oh my god 这个是 我什么东西 这是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件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呢 就是这个用法 好 我分手了 跟对方说不用还钱 然后 Oh my god 点点点 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 或者是 Oh my god 你分手了吗 就是在这个时候用的 好 BTW 是by the way 就是顺便提一句 话说回来 话说 这个 这个用法 所以呢 黑色的比较好看 BTW 小花也要穿黑的 就是告诉你 顺便带一句 然后呢 你就可以回个Oki 你记得Oki是什么意思吗 不记得 你要回去 我可以去 帮我复行一下哦 好 IRL IRL的意思就是 in real life 因为我们现在的 我们21世纪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 不现实的生活 也有一个现实的生活 一个是在网路上面的生活 一个是在 真实的生活中 那 在 不现实的生活呢 就是在网路上面的生活 所以我们 因为要分开这两个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说 在现实的生活中 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 它 真的不上下 IRL 就是在现实的生活中 明明是很漂亮的 OK See 你就是现在 不现实的生活中 跟现实的生活中 这两个的差别 好 Shake my head 就是这样 唉 那个emoji 你记得吗 唉 那个emoji 就是 Shake my head 摇摇头 摇我摇我摇我的头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 这个意思 它就直接掉头走掉了 唉 Shake my head 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 那个长辈可以多多用 好 Be right back BRB 那马上回来 就是 我上个厕所 BRB LMK 让我知道 知道了告诉我 像是呢 你去问他谁谁谁 什么东西 然后 LMK 就是 你知道了以后 让我知道 我的行程还没有定下来耶 OK 没有关系 LMK 就是 Let me know 你知道了以后 你定下来以后 让我知道 告诉我 好 TBH to be honest 说实话 这个呢 通常就是 一个 一个 disclaimer 就是 一个preface 你要说一件事情之前 你先说 说实话 我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对 他这样是不是 很没有礼貌 TBH 说实话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他 Right I am O 跟 I am H O I am O 就是 in my opinion 就是我的意见 I am H O H 是humble的意思 就是谦虚的意思 就是说 在我的意见之内 我要怎么样 在我 我看来 我觉得 所以呢 这个裙子 比较适合 I am H O 在我的意见里面 我觉得你这个 你比较适合 这个裙子 OK FOMO 跟JOMO FOMO 还有J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 怕错过什么 JOMO呢 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就是耍字笔 好 那是我们的重点整理 我们学会了这些 非常经典非常经典的缩写 都是我们这个21世纪 我们为了因为有网络 所以才诞生出来的一些缩写 然后它当然会参离一些脏话 但是你不要忘记哦 我们英文脏话的频率 跟中文脏话的频率 就是真的不一样 我们还学会它的 正确用法 但是我们在这边强调哦 很多很多像是 我刚刚有 就是发音给你听的 就是它的发音 但是有很多是世界 真实世界上 我们是不会发音出来的 我们也不会 其实在说话的时候 是不会用的 我们大部分 这是绝大部分 为什么会诞生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些呢 就是为了要在网络上面 打字的时候用的 所以呢 是不是 practice problem 我们来practice一下 然后呢 你在instagram上面用一下 加油 拜拜